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節香港的新聞 這一節 大字的標題 很清楚 權威不代表正確 為甚麼會用這個做標題呢 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五個中文大學學生 被判 在去年 11月11日 中大的保衛戰裏面 有五個中大學生被控暴動罪 經過香港的法院審訊 最終 暴動罪罪成 其中一位就是女大學生 叫做 傅凱晴 在案件裏面 正式解除了她的代表律師職務 自己 親自在庭上 讀出 他要說的說話 他那封信 與其說是求情信 不如說一個 自治鏗槍 摘地有聲 的一篇演說 所以這一節就跟大家說 傅凱晴說話 這節也請大家 保持紀律 我們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早三節已經把支持六部曲清楚說了 這裏就不再重複 請大家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好好用免費模式 11月6日是本台網聚 希望英國的朋友盡量報名參與 我們當成是自己人的一次 小型的集會 希望 凝聚一下 氣氛 以及 鬥志 希望大家盡量報名參與 這裏就要說出 傅凱晴 那個 信件 他的演講講的內容 坦白說 即是 他講的說話 真的是自治鏗鏘 因為他是一個面對要入獄的人 也是一個面對 即是接下來有牢獄之災的人 他亦跟一部分的 民主派人士不相同 他當時的確是在參與一場抗爭 而且他還要 在最前線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中文大學保衛戰裏面的一個戰士 我們香港真的很需要這種類型的人 我們也知道有大量這樣的人 還在香港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其中一個議題 就是 集結這一種力量 內容是 法官閣下 首先表明 我無意要用這封求情信 來博取 法官閣下的憐憫 非常有力的開場白 在橫壓期間 法官向我索取這個背景報告 我這裡解釋一下 背景報告通常就是 要判監了 然後 法官要了解他的背景 坦然 對於自己的行為 並沒有後悔 也沒有說話要向法官閣下求情 所以 簡單來說他根本就不是在做一個求情 他根本就是在這個機會 發表一篇演說 我繼續 因為我 並不認同 法例本身 亦不覺得 自己有做錯的地方 簡單而言 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判決 在某部分人眼中 示威者 開闊戶 犯法就是犯法 就是要負責 刪戶 有些人亦可能認為法庭的裁決證明了 示威者的行為是錯誤的 是徒勞無功的 但我認為 權威並不代表正確 首先香港現時的法律 並非由人民共同認可 社會並沒有空間討論現行的法律 合理與否 其次 暴動條例的定義本來模糊不清 以便政權靈活解釋和操控 在2019年 之後暴動案件急升 法庭因時 而重新詮釋 暴動定義 令更多行為被列為 法律不認可的行為 從而令更多人入罪 令政權得以打壓異見者 繼續 極權之下 法律只是正權用來規範人民行為 的不留血暴力手段 而法庭也不是一個彰顯公義的地方 這類只會留於表面地 關注社會秩序 並不會著眼 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 當日 當政治案件 的刑罰日益加重 有些被告會選擇認罪 或者向法官求情 以減輕刑期 但或許 並不代表他們認同 現行的法律具有道德正當性 法官閣下可能會指出 若不滿閣下裁決 大可以申請上訴 然而 本人已不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再高級的法庭 亦不見得會聆聽 異見者的聲音 我指示希望藉此機會表達我的不滿 如果法庭 聽不本人以上的言論 認為可以 用重判的形式 令本人從而後悔及反省 那便釋除專辯 負上聖名 負凱晴 這個 就是我們一直在表達的論點 而事實上 這個 學生 非常勇敢 在面對著要判刑 要判連四年多的監禁 亦就是 那麼有力地把這個 控訴 公開地說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犧牲 他裏面的每一點都非常正確 香港的法律 不是 我們香港人去決定的 一開始 就已經是含糊其詞 還有一個 就是失衡的立法會 那些甚麼 犯了法就要負責任 這些說法 你這班 所謂香港的建制派和黑警 其實用任何的國際標準 你們也犯了國際刑事法 你們做的每一件事也犯了外國的法律 包括你幫忙打壓香港人權 所以你說說犯法就要負責 如果 你那麼自自鏗槍 我講香港的法院 說得那麼大聲 要重判別人 請你坐飛機過來這邊 看看你會不會被拘捕 到時候看看法庭怎麼判 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我們最可惜的就是看到 這些抗爭者 當然我們也是抗爭者之一 我們最痛心的就是看到抗爭者有 那麼強的抗爭 氣魄和意志的人 就是一個又一個被他們送入獄 這個就是 香港港共政府 要對有 志氣 有意志力反抗的人 就是要做出重大的政治迫害 我昨天也很詳細解釋了 台灣 跟中國大陸的 電腦的推算戰爭 我想說的是甚麼呢 當中對於就算是一個軍事行動 一個 兵力的保存 所謂的保留力量 其實對於一場 戰爭 一場戰鬥 是一個很關鍵的事 即是我們 是很不願意看到我們那麼多同路人 是一個又一個 被控告然後被判入獄 假如 大家有這樣的決心 這樣的勇氣 其實我們一定 有更大的力量 其實要將這些暴政推翻 事實上 他的封信講的內容 已經相當之溫和 實際上整個制度根本就不合理 當這個 制度和政權變成一個暴政的時候 任何一個公民 都有責任要將暴政推翻 這個根本就是公民的責任 他們現在香港人民法院繼續 利用法律之名繼續對於 異見人士就是加以政治迫害 世界的重大改變 就算你計算了所有非暴力抗爭 不會影響到社會秩序 空談社會秩序 所以這些 所謂法庭 真的 令人傷心就是要一個 被判入獄的人 在這個地方 作出一個這樣的演說 這裏也是 討論區有人把這段貼了出來 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 那麽就摸黑生存 如果發出聲音 是危險的 那麽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覺無力發光 那麽就捲服於長角 但不要習慣了黑暗 就為黑暗辯護 這個真的講到了重點 香港有一班人 妥協了 尤其是既得利益者 在建制裏面 未必在說的是建制派 說的是香港的法院 他們習慣了黑暗 索性幫黑暗辯護 甚至乎成為黑暗的打手和幫兇 我繼續引述那段文字 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 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加勇敢 熱情的人們 我們 可以卑微如塵土 但不可以扭曲如追蹤 我們希望大家 記住 我們還有一班 香港還有很多人 充滿著一個 一定要光復香港的氣魄 我們將他怎樣 化造 巨大的能量 在這個任何變天的時刻 繼續把力量拿出來使用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 接下來將會最少有幾種可能性 會出現重大變化 當然第一包括習近平不能連任 這個 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改變 重大的局勢改變 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們不可以使得 很多無辜的人繼續在牢獄裏面 繼續遭受政治迫害 所以我依然覺得堅信 香港 建國 基本上是唯一出路 即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假如中共要對香港問題作出重大讓步 香港人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要bargain更加多 包括將香港交給美國或英國 接管 因為 英國 接管 要強制當日的中英聯合聲明 要強制執行 而香港人也應該要繼續爭取公投自決 如果中共有所讓步的時候 必須要把握 必須要bargain更加多東西出來 絕對不是出去交換立法會議席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這一節說到這裏 拜拜 敬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